It's here 好了不用这招了 上次我这么喊的时候 是因为很兴奋 一款全新的产品 大切诺基月夜之音出来了 当时唐大叔忍不住的呐喊 It's here It's here 对吧 今天同样兴奋 但我暗奈住 因为 这个怎么说 很令我兴奋 我一直在等这个 可以说最近 至少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 但是拿到之后 基本上和一些想法差不多 所以 不想给大家一些错误的感觉 还是想比较中肯的 来叙述这件事情 到底说的这么不明不白 糊里糊涂 讲的是什么东西 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到了 吉普做到现在 还能令唐大叔这么兴奋期待的 可能就是最后一款 17年迟迟没有出来的 或者说没到加拿大吧 其实美国的这个版本视频 我已经看过了 基本上一些东西已经了解了 那今天呢 一回到公司 一下子发现 好的 兄弟姐妹们 现在我们眼前这台呢 就是2017的吉普木马仁 手上这一台呢 是Sahara两门的黑色硬顶自动挡 搭配了这个升级的音响 然后奥派的音响 导航空调 对吧 基本上我们就是一般来讲 沙哈拉来讲就是顶配了 可以这么说 当然有唐大叔 这个有一点就是没有皮椅 其他的东西呢 能选的木马仁基本上也选了 还有一些东西可能这个脱钩没有 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东西 所以呢通过这台车 还是应该比较容易的跟大家说 说一下这个17款的木马仁 可能是变化也好 什么也好 那我们就聊到哪 说到哪 首先来说说唐大叔 第一印象和感觉吧 当然我已经不是第一印象 当时美国肯定是先拿到这个车 我已经老早就关注了 所以也看了以后 也没听出来 我想是当时想去学习一下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也没太听出来 当时他们也没讲得很清楚 那知道呢 一下子到了现在 等着等着忽然间出现了 这台车 我看了半天呢 也没说不清楚 哪里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最后暂时的结论就是 它是跟16年的JK差不多 但是它有它的卖点 接下来唐大叔呢 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咱们还是来大概讲一讲 吉普木马仁JK 标准的前头圆灯 7Slog Grill 代表七大洲喜欢的地方 我们来偷偷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 等一下我去比较一下 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看 是不是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角度 一点点 然后呢 刚刚说的 我现在马上去看一下另外一台 现在唐大叔看的是一个16年的 确认了 也是那样子 稍稍一点点圆 所以它是没有变化的 这一块 那这一个确认了 当时叠照里面主要讲的 那第二呢 因为Sahara嘛 它的当然这一块地方 就是会和这个车身颜色一样 前面两个小雾灯 这个都没有什么不一样 圆灯呢 我比较了一下 应该都是一样 所有东西一样 那这该怎么讲呢 唐大叔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有点 好吧 就当是 因为我相信有人 大家在搜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第一次买木马人 他们就会搜 吉普木马人2017款 所以就当大家都是 都不知道 重新大概讲一讲吧 虽然是一样的车 首先呢 刚刚唐大叔讲过了 前脸是一样的设计 标准的这个非文字的标志 两个圆头灯加个Seven Slug Grill 这个标志呢 和这个镜子旁边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 镜子上面黑色的那一个 两个圆灯 Seven Slug Grill 是一样的 非文字的这个吉普的标志 前面呢 这一部分呢 是塑胶的 对吧 这都一样的 木马人 只有Sahara呢 这里是会是 同样 这个Hire Fender 是和车身一样颜色的 并且是喷漆的 其他车基本上都是黑色焦的 和刚刚那个部分一样 侧面看呢 Sahara的话 就会有Sahara的Batch 沙哈拉大沙漠 其实也有点那么意思 对吧 这种全地形轮胎 相对来讲 就是平原越野 会更适合一点 也适合在公路上走 另外Sahara标准的 就会有Side Step 这个旁边那个小梯 小上下车的 挺实用的 当然对我们越野的来讲呢 它不是Rock Slider 不是滑石头的 可能会影响 这个通过率一些东西 所以呢 也说明Sahara是这么定位的 是一个偏程式的 绿色的颜色 看来今年还有 这个Hyper Green 叫和之前的绿色是一样的 16年的时候 这台车 绿色唐大叔卖过几台 当时找的也蛮辛苦 那看来17年一样 有这个颜色 再绕到后面呢 还是一样 中间那一部分呢 车子下面Bumper 就是同色的 两边都是胶的 那这个也是一样 后面挂一个全尺寸的轮子 18寸的轮毂 大概32寸的轮胎 大概 硬顶呢 有雨刷 雨刷呢 而且可以喷水出来 这个以前好像大家都没讲过 这里提一下 旁边呢 看到这个钩子 钩子和前面的钩子 这都标准的 这种越野的时候会有用 可以自救或者救人 但这个是没有脱钩组的 那唐大叔刚刚提过这个可能是顶配 但是这一部分是没有 可以后面再去讲 当然咱们再从后面看吧 所有的这个 沙哈拉和运动版用的 这个避震呢 都是叫heavy duty的避震 在这个 Willis特别版和卢比肯呢 用的叫 这个performance避震 反正大家 那个是红色的 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大家知道就行了 一个都差不多 这里有没有一个角度 我看看这边吧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只有木马人上面呢 他们用的是 对吧 这么大一个圆圈的 哎呦 这样子的一个避震 一般车上可没这么猛的 所以这个车跳一跳啊 或者什么过过什么东西 我们避震是相当给力的 也是通过这样子 大大的一个避震呢 悬挂系统 给大家一种独特的 唐大叔说的吉普木马人特殊的 这个车震感 那一圈下来 看的大概是这样子 再看一下前脸这部分 如果是第一次看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 打开引擎盖的方法呢 是把这个地方 开 我们也看一下啊 1617的引擎 都是这个一样的 PandaStar 3.6的 看看有什么呢 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Jeep V6 3.6 V8引擎 一些东西的位置呢 大概看都是差不多一样 应该是没什么变化 好 在关回去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 可能没看到 大叔再来示范一次 首先呢 把这个方向调成这样子 两个小钮 往前扣到这个地方 扣到之后呢 再用手掌这里推 这样就OK了 基本上看下来呢 外观上就是这样子 没有变化 暂时说没有变化 等唐大叔回头发现的话 或者有些人更懂的 可以来指正 或者来和大家分享 OK 那就看看里面吧 所有吉普木马人呢 这个门开的都是非常有特点 我后来才发现 一般的小孩子 或者 我女儿想去开 还手劲不够啊 大拇指这么一按圆圆的 打开以后 这个门就这么晃来晃去 因为呢 这个门是可以拆下来的 所以呢 它只有一个这个 一个带子 包括控制窗户的一些 一些线 电线在这里面 把这些轻易的拆开之后呢 这里一打开两个地方 可以把整个门打开 所以它是晃晃的 并没有 并没有hold住的东西 所以门是这样子的 这都是标准 萨哈拉呢 它的座椅可以 当然可以选皮椅了 甚至加热椅 不然的话呢 唐大叔觉得 吉普还是不宜 比较有感觉 个人的一些偏好啊 另外的话呢 所有吉普们 这个部分都是 JEEP Since 1941 今天 75年了 马上76年了 这个车呢 之所以唐大叔 刚刚说顶配呢 是因为他升级了这个 对吧 升级了奥派的音响 9个喇叭的 这里插一句 原来唐大叔也在数 这个喇叭到底在哪里 1旁边是2 3旁边是4 这个上面5 右边是6 最后升级音响就会有一个低音炮7 这怎么会有9个喇叭呢 实际上这里面是有2个喇叭的 所以加在一起 刚刚数到7了 8 9 所以是这样子的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可以知道一下 再来 塞海尔 其实有在木马尔这么简陋的配置里面 算是有点东西 再次看到这个绯闻字的标志 两个圆灯 7-Sagro 这个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它是调好镜子之后 不用到晚上时候 后面黄眼镜 有大灯照的时候 动来动去了 因为它是autodymy的 包括镜子也是 包括后面玻璃都是有点这种感觉 而说到这个玻璃 Sahara 它这个玻璃是偏黑的 就是叫隐私玻璃 privacy glass 前面是透明的 这是法律规定的 在加拿大 后面是这样子 也是如果是运动版 就没这些配置了 另外的话空调 所有的空调在木马尔上面都是选项 所以这也是所谓顶配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东西 再来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就是自动挡 几乎木马尔大家都知道自动挡不是那么好找 特别是低配一点的自动挡是特别难找 大概是这样子 这里是有钥匙的 这里也有钥匙可以锁住的 因为木马尔到夏天的时候所有的顶 大家看到freedom board 是可以拆掉的 前面两块 后面一大块 连后面的雨刷那一部分 也就是 这一部分和驾驶位的那一部分 还有这一部分 大大的 全都可以拆掉 这样子你最好可以锁住 别人偷不了你的东西 另外自动挡就会有手动挡就没有 手动挡当然下坡定在一个速度之后 下坡的时候它就会保车速度 司机就可以控制其他的东西了 不用管说下车下坡的速度 在手动挡里其实有一种engine brake 对吧用引擎或者叫拨箱去减速的方式 所以它只要挂在一档或二档 它那个速度就挂在一档一般 它就会同样的效果 所以手动挡上就没有那个 后车厢标准的小 大家可能都第一有这个印象 两门的 吉普本身就是比较小 但是如果两门的人你是这个选两门的吉普 你是一个人开的话 唐大叔要认为大家完全可以把这个后面的座位拿掉 拿掉之后 这一个空间就会比四门的后面还会大 当然唐大叔有女儿在后面 我想将来有机会如果有可能改装 我就会把后面两个凳子改成一个凳子 那这样子空出来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能看不清楚 但是这是前排座位的位置 那你的后卫箱就变这么大了 如果只有一个凳子 这里还可以放两三个箱子都没问题 所以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凳子是非常容易拿下来的 如果只是平时一个人 甚至带个小宠物或者两个人 这样子这块完全可以把凳子拿掉 就这样子的 唐大叔刚刚说过了 这台车是升级音响 打开的方式要看 它是一个全气候的 也就是防水的 这里先打开 扭一下 这样就可以把地毯拿出来 还要顺便一提 这个Sahara的话就配的是地毯 像卢比肯 还有一些特别棒 Willis 它配的是那种塑胶的那种防水 这里写在All Weather 就是说come on 就是说这个东西进了水 或者什么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只有升级了All Pay音响之后才有低音泡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也不是说All Pay音响就好到天上去 但是有很多人选择这个选项的原因 就是它已经线都接好了 将来如果需要升级更屌一点的音响的时候 那你线已经有了会省很多力气 当然说到这个就提到一点点改装的东西 吉普木马人是改装非常容易的 刚刚说音响也好 其他的什么东西也好 任何东西也好 都是大家讲就是所有车辆里面改装最friendly 最容易改的一些东西 最容易改的一个车型 另外吉普木马人标准里面全都是手动的 手摇窗 这个手摇镜子用手条 当然Sahiro的话就电 所有电的这里是电锁对吧 然后要调镜子的话 就是用这个 扭到左 左边的镜子上下左右条 扭到右 就是这样子 另外这台车Sahiro 这台是配了导航和蓝牙的那些 当然有语音控制了 如果英文标准可以经常用 另外这里可以显示一些 很多information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显示的东西 可以显示很多东西 当然现在车没有打开 还有蓝牙 只有到了一些像Sahiro的 或者是一些高配一点的木马人才会有这些 好吧 这里是很实用的 木马人长期开经常去玩 到目的地之前 如果有巡航的所谓cruise control还是挺重要 唐大叔尽量出去玩的时候 还是发现这个挺实用 再看过来 就是这个 一个6.5寸的infotainment的system information和entertainment 有几种听歌方式对吧 这里面就会可以接线 这里可以USB 可以通过蓝牙都可以了 另外这里打开可以听DVD和CD 然后这台车已经配了 这个卫星的电台Series Radio 都没问题了 插线就在这里插 另外这里面有一个硬盘 装完软件之后 剩下可用的是28 28GB的 所以当你插CD也好 或者一些东西可以导到硬盘里面 以后听起来就更方便 也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还有一些其他文件 好的 现在呢 好像是说把那个发动起来 大概跟大家过一过 发动起来呢 吉普标注 映入眼帘 如果门没关呢 像我现在后面 这个 后尾箱没关呢 就会有显示了 还是有点小智能的 对吧 之后呢 唐大叔刚刚说的 塞海尔的显示的东西 还是挺多的 可以通过Menu这个地方 和上下左右来控制 简单的跟大家过一过吧 对吧 指南针 这个呢 就是可以 按完之后 它让你按下 按下 就会显示速度 电子显示速度 很实用 因为有一些人说啊 他们希望这两个地方 调过来 因为看速度 好像右边顺眼一点 当然如果你是左手的 可能觉得这边顺眼一点 但是呢 如果把这个调出来 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解决了 再往下呢 油耗 这个是3.73轴比的 也是升级的 标准是3.21 油耗其实差的 不会那么多 但我觉得3.73 还是挺推荐的 当然如果是 这辈子都不打算 有什么轻越野 或者任何越野的 3.21也可以 就是开起来 不那么像吉普 唐大叔的话 觉得有点太轻了 太像车了 还是有点扭力这种 3.73的 还有比较像吉普 这里显示那个油呢 现在省这么一点油 还可以开129公里 胎压 这个很重要 越野的时候 放完气呢 再打回去的时候 或者放气的时候 可以监控 这些东西 引擎一共开了20分钟了 还有一些呢 这个其他的 挺重要的指标 当你特别是改装之后呢 可以检查这个车的温度啊 这个机油还剩多少啊 乱七八糟的油压呀 这都挺重要的 改装车之后 对引擎还有一些 会有更大的压力嘛 所以包括调试的时候 这都有用 这个呢 去美国的时候呢 你可以快速的 加拿大和美国 就可以调公里英里 大概这样子 如果这里有什么车子亮灯什么 会在这边显示 这里呢 有一些小的设定 个人设定 这里就不一一讲 大概是这样子 那再过来这个地方 大家也比较熟悉了 U-Connect有几种 对吧 其中6.5的 这个就是标准的 在很多车上也有 这个代导航呢 基本上就这个6.5的U-Connect 这个系统到顶了 按起来还是挺快的 但是看上去呢 很有点这种老的味道 对吧 有人说 你看这里 还有Pixelated 没关系 这就是吉普的感觉 对吧 刚刚说了 有卫星电台 当然AMFN就一定有了 那其他听歌方式呢 刚刚也说了 对吧 这个是硬盘里面的 然后放叠的 就如果插了线呢 这里线就可以用了 刚刚说过了 文件可以从这里 另外呢 这就是来看 我刚刚说有 装完软件之后 还有28的 28兆的这个 这个内存 可以听歌和看照片 都可以的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 刚刚说的 可以听DVD和CD 可以看啊 可以听CD 如果放了CD呢 它可能就会自动的 把歌烤到硬盘上面 这样的话就更方便了 大概是这样子 再来当然是 吉普莫然重头戏了 Sahara呢 除了卢比肯之外吧 Sahara和其他的 它都是 当然是真正的四驱了 然后我们有四驱的 高速四驱 低速四驱 还有平拖时候用的 这种空档 使用的时候呢 高速和两驱 平时是两驱的 后驱 在驾驶的时候啊 现在假如Drive 我是后驱两驱的 我随时都可以 这么一拉 然后呢 就变成高速四驱了 Full Wheel Drive 那边会显示个小晃灯 如果呢 我在越野的时候呢 我再继续 这里显示就往右 但这时候要挂空档先啊 低速四驱 不能实时的去调的 像两驱四驱高速呢 都可以 基本上速知控制在 50公里以下吧 或者更慢一点的情况下 是随时可以调的 唐大叔一般呢 就上坡啊 有时候或者去了泥地 就随时调了 速度也一般都在 四五十公里以下 那如果调空档呢 平拖的时候呢 先把车放到空档 这里可能还要更复杂一点 就大叔 大概讲这个意思 第一档呢 就到了空档了 这个车是可以平多了 可以平拖了 那再往下呢 就会有声音显示 自动把防滑这块呢 给关掉了 因为是低速四驱 这里就不细讲啊 大家知道 然后叮了一声就知道 4Wheel Low 真是低速四驱 这个是因为它有 这个Transfer Case 真正的四驱 那回去的时候呢 现在呢 whoops 所有的灯不见了 又回到两驱了 大概呢 是这样子了 好的 接下来呢 唐大叔就带大家去溜一圈吧 一边讲讲体验 和其他的一些东西 一些感觉 Let's go 虽然呢 一切都熟虚无比 但是呢 又完全又不一样 首先 从驾驶上呢 我不会去期望有什么多大的不一样 因为引擎还是一样的 PandaStar的 V6 3.6的引擎嘛 但是呢 毕竟是新车啊 这种心情还是不一样 哇 好爽啊 现在 慢慢的这个新的一批车全都开始出现了 接下来肯定很好玩 今天不错 正好是Sahara 基本上就是说 在吉辅木马人里面配置比较全的一个车 所以呢 可以看看新的东西 还是比较熟悉的 驾驶的感觉 目前说不上 还没开始起来速度 这台车呢 已经选配了 这个3.73的轴比 所以呢 动力上应该 对的 和唐大叔的 那台车开起来 是差不多 大家知道三种轴比 吉辅木马人的 除了卢比肯之外 其他的Sport和Sahara呢 最多只能选到3.73 当然这个平时啊 就算开一开越野都够用 大家试试加速 速变速 加速一样的轻盈 因为是Sahara 它的这个全地形轮胎吧 还是这种可爱型的全地形轮胎 所以呢 在公路上开的时候 还是比较平稳 如果是开过这个 大一点的全地形轮胎 我说这个可爱型 因为它轮横还是比较温柔的 如果是比较aggressive一点 比较猛一点的 这个全地形轮胎呢 或者是像 卢比肯的那种泥地轮胎 那就会开起来更 稍稍的这个 炒一点 然后会稍稍震一点 所以说Sahara就是 吉普木马人三个级别里面 不算特别板 应该是 偏向城市里 开的比较这个 公路上和 越野都比较 适中的一个 这种标准的 这个吉普木马人的感觉 路越不平呢 像现在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 站来站去呢 就越有感觉 同时Sahara这个定位 应该是公路上开起来 最舒适的 另外的话 3.73的轴笔 其实我觉得就算买 沙哈拉甚至运动版 如果可能的话 都最好选这个3.73的轴笔 因为 可以多拖点东西啊 爬坡的时候更好一点啊 油耗方面 其实差的也不是太多 因为最主要的这个 都是五速的自动 或者六速的手动 驾驶习惯是最大的关系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两门四门 会有一点小的影响 所以呢 基本上 怎么说呢 从一些微小的变化上面 可能会有 但是基本上 和16年的差不多 和16款的差不多 这个要 要这么说 但是 不值 这个值得一提的东西呢 我觉得这个卖点在哪呢 就是大家知道 像买这个手机一样 iPhone 现在呢 经过几年的换手机之后 他拿出也换到这个S 也就是说 每两代 我会换 iPhone 7 我不会去买 iPhone 7S 我有可能会换 现在用的是6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产品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像这个JK 已经做了十来年了 之后 在接下来 它越往后面几代的产品 其实是越成熟的 对吧 理论上是这样子 在这过程里面发现一些 什么微小的东西呢 或者不好的东西呢 都可以在这个最后几代 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把它调整过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卖点 如果大家跟唐大叔当时一样 是担心 一期款改的 会这个吉普的这种 原来这种感觉改掉 然后比较喜欢JK 这个样子的话 那一期款的话 等于说是像iPhone 这个6S 7S一样 是最成熟的 应该是JK 所以呢 从原来的一些 二手的销售上面 我也看得出来这个规律 有时候就是换代之前 像什么 这个06年啊 左右的什么这些 TJ啊 或者怎么样 最后几代的 其实 大家也比较喜欢 因为 那就做的很成熟了 最后几代 所以我觉得这是卖点 另外的话 如果唐大叔没看错的话 就是车新款的话 肯定要加价钱的 但是呢 好像今年这个木马人 也比较良心 并没有加什么 当然 本身这个木马人 也不是太便宜的车了 所以他不加价呢 对我们也是比较有直接的 这种好处 不管你选16也好 17也好 价格都差不多 肯定现在16卖的差不多了 那一期出来呢 价格又一样 车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不会感觉说被坑了 对吧 这个不花很多钱 买到的东西又是基本上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比较良心的一个 卖点还是有的 所以之前还在推荐 这个16的车 那现在我觉得17年 如果是唐大叔没看错 这个价格定位的话 也是可以买的 也蛮好的 唐大叔绕了一圈啊 我觉得驾驶的感觉没什么 找不到什么点特别能去说 那开下来的感觉呢 我觉得开了个17款 但实际上和16的感觉差不多 所以刚刚也说了 价位可能也差不多 那就是看你怎么选择了 是最后捞底呢 捞16的 还是说这个 有一些人就喜欢最新的东西 或者唐大叔刚刚说的另外一个理由 JK应该是最最成熟的一代 明年如无意外的话 不叫如无意外了 唐大叔大胆预测 100%样子会改 然后这个 引擎那些东西会不会改 这个还是打个问号 要看吉普想怎么弄 他自己这方面怎么考虑 但是 唐大叔如果预测的话 我感觉可能还是要19年 才会改Powertrain 改完样子之后 一些制作上的东西 肯定还要想再成熟一下子 最后再来改大的东西 这是唐大叔的一言 好了 这个试驾也是乱七八糟的讲了一堆 跟文费试驾无关 但是大家也看一看 坐一坐 也大概感觉一下 这个17款的车开起来怎么样 今天唐大叔就和大家 我觉得我不想故意很做作的时候 多兴奋 17款的木马 当然我一直在等 我是很兴奋 但是我不想太浮夸地说 因为它确实没有 我还没看得出来什么大的变化 或者没什么变化 但是它的卖点 唐大叔刚刚施加最后说 跟大家分享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喜欢一个成熟的产品 这已经是JK最成熟的一代了 下一代不知道叫LJ还是叫什么 肯定会有变化 另外的话 它的卖点就在于它没有涨什么价 应该是加了几百块钱 可能500美金或者800加币这个概念 所以等于说16 但是你拿的是17款 毕竟对吧 价格一样的话 所以它还是有卖点 它还是挺良心的 没有说因为新款 就像有些车加钱加的比较多 我觉得卖点就在这里了 所以顺便也是 颜色方面看来也是一模一样的 等一会我再去刷一刷官网 看看17款的出来了没有 之前一直刷官网 还不能去配 所以说老实话 我还真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如果是比唐大叔懂的朋友 也欢迎他们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吧 也来跟唐大叔说一说 基本是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一样 吉普莫马人 全世界最好玩的车 买它的话肯定知道为什么买它 像这样一个Sahara 刚刚介绍的一些配置 基本上配到顶了 可能就除了皮椅 真正吉普迷见仁见智 有一些人确实是Sahara 它定位是城市 就确实在城市开 喜欢皮椅 再加个电热椅 这两个选项可能是再加上去 但是好的音响 刚刚唐大叔说过了 可能是因为奥派音响听上去就不错了 或者将来想再升级 这个线已经搭好 我觉得今天虽然讲的一期款的车 但是也是把原来讲的一些总结一下 因为可能一期款是很多人接触 吉普莫马人的第一个model year 第一年 所以讲的稍稍细一点 大家还是继续观望 刚刚也提过了各个唐大叔的一些观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因为颜色还有对吧 像这种绿色挺难找的颜色 今年还有 然后这个比起之前几代的JK 肯定是更更成熟了 可能是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 对吧 一些小的东西 把它优化 把它一些东西 还是捞底的概念 我觉得16也好 17也好 应该值得捞底 因为17款出来改了样子 改了一些东西 必定会加很多钱 如果没有推出柴油的话 我觉得唐大叔反正自己的话 不一定会出手 因为我的16款和17也一样 如果说不是一米引擎的话 我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因为我很喜欢JK这个样子 我当然也喜欢更老的一些吉普 但是他们就是更小一点 对吧 两门 JK的话大小 还是挺适中的 像唐大叔刚刚说的 把后面的一排座椅拿掉 这个空间两个人用 或者一个人用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开起来很多东西 之前的视频可能有讲过一些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还是和四门有点不一样 四门当然它定位很清楚 家庭啊 它的空间啊 最主要是这些东西 那当然最后呢 还是要小广告一下 如果你想在风格华 第一个或者第一批 买第一批这个一期款的吉普木玩人呢 可以联系唐大叔 联系方式呢 一大堆都有了 旁边也会打一些 我的微信号的这个QRcode 可以直接扫一下加我 好的 广告就不多说了 今天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 跟大家又聊了这个吉普 是我一直这个大窃的越野之人之后呢 最最想讲的一个车 今天终于摸到了 也就开了一圈 非常高兴 好的 今天呢 就聊到这里 我是白石木马人汤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defect 这是 risk不ращ的 人优优独播技术 二十月 fault 今天 injected 传值呢 coses